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全国复联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 集体谈话时强调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妇女发展道路 组织动员广大妇女 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贡献金国力量 蔡奇出席 韩正会见美国飞虎队代表团 今年第三季度 我国消费潜力加快释放 助推全年经济持续恢复向好 神州16号 神州17号 航天员程组 已完成载轨交接 神州16号飞船 将于明日返回 系列报道 新时代 新征程 新伟业 实干笃行 今天来看 天津立足自身优势 瞄准新领域 新赛道 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 新动能 新优势 以色列方面表示 逐步扩大加沙地面行动 巴勒斯坦媒体称 哈马斯向以色列多个地区 发射火箭弹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 30号下午在中南海 同全国复联 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 集体谈话 并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强调 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 需要全体人民团结奋斗 妇女的作用不可替代 要坚定不移 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妇女发展道路 激励广大妇女 自尊自信自立自强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贡献金国智慧和力量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 参加集体谈话 习近平首先表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全面加强 对妇女工作的领导 推进妇联改革 不断健全 妇女权益保障法治体系 持续优化妇女发展环境 推动妇女事业 取得历史性成就 过去五年 各级妇联组织 认真贯彻落实 党中央决策部署 切实履行 引领 服务 联系职责 动员组织广大妇女 在推动高质量发展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决战脱贫攻坚 抗击新冠疫情 科技创新 乡村振兴等主战场上 奋勇拼搏 创新推进家庭 家教 家风建设 用心用情 做好维权 关爱服务 持续深化 互联改革 政治性 先进性 群众性 不断增强 桥梁扭带作用 进一步发挥 党中央对 复联的工作 是充分肯定的 对全国复联 新一届领导班子 寄予殷切期望 习近平强调 妇女事业和复联工作 要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 与党同心同行 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要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 牢牢把握我国妇女事业的政治属性和复联组织的政治定位 加强妇女思想政治引领 坚持不懈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宁心注魂 引导广大妇女 坚定不移 听党话 跟党走 习近平指出 要紧紧围绕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的战略部署 找准工作着力点 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转化为复联工作的具体任务 要激励广大妇女 在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 推动高质量发展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 发挥自身优势和积极作用 习近平强调 家庭和睦 家教良好 家风端正 子女才能健康成长 社会才能健康发展 做好妇女工作 不仅关系妇女自身发展 而且关系家庭和睦 社会和谐 关系国家发展 民族进步 要讲好家风故事 引导广大妇女 发挥在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树立良好家风方面的独特作用 营造家庭文明新风尚 要积极培育新型婚育文化 加强对年轻人婚恋观 生育观 家庭观的引导 促进完善和落实 生育支持政策 提高人口发展质量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习近平指出 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 促进男女平等 和妇女儿童全面发展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各级妇联组织 要积极主动作为 着力推动解决影响和侵害 妇女儿童权益的突出问题 要关爱帮扶 低收入妇女 老龄妇女 残疾妇女等困难妇女 配合有关部门 做好流动儿童 留守儿童的关爱服务 维护妇女儿童权益的工作 要做在平常 抓在经常 落到基层 习近平强调 妇联是党和政府 联系妇女群众的桥梁纽带 要围绕保持和增强 政治性 先进性 群众性 继续深化妇联组织改革 着力补短板 强弱项 打基础 增活力 全面加强 妇联党的各项建设 要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 深入调查研究 了解基层妇女 所思所叛 和妇女工作 所及所需 推动资源和服务 更多向基层倾斜 要加大 在新经济组织 新社会组织 新就业群体 等新领域建立 妇联组织的力度 实现全覆盖 走好往上群众路线 夯实党执政的 妇女群众基础 要加强高素质 专业化 妇联干部队伍建设 不断增强 推动妇女事业 高质量发展 服务广大妇女群众 防范化解 妇女领域风险的本领 习近平指出 各级党委 要坚持 党管妇女工作原则 贯彻男女平等 基本国策 加强对妇联工作的领导 及时研究解决 妇联工作中的重要问题 为妇联组织开展工作 提供支持 创造条件 各级政府 妇儿公委 要切实发挥职能作用 加强组织协调和指导督促 落实好党中央 关于妇女儿童事业发展的 各项决策部署 全国妇联主席 慎怡勤 代表全国妇联 新一届领导班子 汇报了 中国妇女十三大的有关情况 和下一步工作考虑 全国妇联副主席 黄晓威 蒙曼 王亚平 做了发言 石太峰 李干杰 李淑磊 陈文青 刘金国 参加谈话 国家副主席韩正 30号在北京会见美国飞虎队代表团 韩正表示 习近平主席前不久 亲自复信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 和飞虎队老兵 中国人民始终铭记飞虎队的英勇事迹 不会忘记老朋友 80多年前 中美为抗击法西斯并肩作战 飞虎队的佳化 承载着两国人民 用生命和鲜血铸就的身后友谊 当今世界许多重大挑战 依然需要中美合作共同面对 两国应坚持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 为世界和平与发展 做出更大贡献 希望飞虎队精神 能够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 格林和飞虎队老兵 莫耶麦克马伦等表示 非常荣幸能收到 习近平主席的复信 并访问中国 将致力于传承和发扬 飞虎队精神 增进美中人民之间的友谊 今年以来 国家围绕消费提振年 着力优化攻击 创新场景 改善环境 取得了良好效果 三季度 我国消费市场恢复态势 更趋明显 为经济回升向好 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 9月份当月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98万亿元 同比增长5.5% 增速比8月份 加快0.9个百分点 连续两个月回升 前三季度 最终消费支出 对经济增长贡献率 达83.2% 其中三季度贡献率 达94.8% 拉动GDP增长4.6个百分点 为经济回升向好 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 消费市场亮点多 拉动作用强 消费主引擎作用 进一步凸显 进入三季度 随着市场供给能力 不断优化提升 以及品质生活 与绿色环保理念 进一步增强 升级类和绿色商品消费需求 更加旺盛 消费新业态 新模式 新场景 不断涌现 9月份 新能源汽车销量 再创新高 同比增长27.7% 价格实在 而且车子配置还很好 充电装置 直接可以装到家门口 很方便 消费恢复势头稳 市场活力足 9月份 主要商品类别中 超六成商品零售额 同比增速较8月份 有所加快 基本民生商品销售 保持平稳 消费市场的恢复趋势 得到进一步巩固 在一系列 促消费政策的带动下 我国的消费潜力 正加快释放 消费有望在未来 保持持续增长的态势 进而拉动经济发展 进入良性循环 助推全年经济 持续恢复向好 国家能源局 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 介绍我国 可再生能源发展情况 从装机和发电 电量等数据看 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 不断实现新突破 从装机规模看 前三季度 全国可再生能源 新增装机1.72亿千瓦 同比增长93% 占新增装机的76% 其中水电新增装机 788万千瓦 风电新增装机 3348万千瓦 光伏发电新增装机 1.2894亿千瓦 生物质发电新增装机 207万千瓦 截至2023年9月底 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 同比增长20% 约占我国总装机的 49.6% 已经超过火电装机 与此同时 可再生能源发电量 稳步提升 前三季度 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 达2.07万亿千瓦时 约占全部发电量的 31.3% 其中 风电光伏发电量 达1.07万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22.3% 超过了同期 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今年以来 我国可再生能源 利用率不断提升 前三季度 全国风电平均利用率 达到97.1% 同比提升 0.6个百分点 光伏发电利用率 达到98.3% 同比提升 0.3个百分点 本台消息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 发表评论员文章 题目是 中国将始终是 世界发展的重要机遇 中国经济观察 三 按计划 神州16号 神州17号 两个航天员乘组 已于10月29号 完成载轨交接 神州16号飞船 将于10月31号 返回东风着陆厂 今天 着陆厂系统 各搜救力量 完成集结 做好迎接航天员 回家的准备 10月29号 神州16号 神州17号 航天员乘组 进行交接仪式 两个乘组 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 这是中国空间站的 昌明钥匙 在我眼里 它此时此刻 就是一个 我们或许将 持续向你们学习 真正的体现 我们进空间站的时候 比较的落缘 祝梦千功 接续混动 好的 那就让我们一起 叫 携手并肩 携手同心 携手同行 把我们中国空间站 运营管理好 应用发展好 为新时代 中国航天事业 在地进行 截至目前 神州16号 航天员乘组 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 将于10月31号 乘坐神州16号 载人飞船 返回东风主路场 按计划 神州16号载人飞船 今晚将撤离 空间站组合体 目前 着陆场及各参事系统 正在几罗密鼓 准备迎接航天员回家 现在是上午的10点 空中分队的5架直升机 正陆续地降落在 空中分队的集结点 目前机务人员 已经完成了 各设施设备的检查 和油料的补给 确保直升机 以最佳的状态 执行搜救任务 回收任务 采取空中搜救航天员 地面处置返回舱的模式 针对跨昼夜飞行 和复杂地形气候环境 各搜救力量 做好了充分准备 针对秋季风沙大的特点 我们空中分队 对所属装备 进行了防尘保护 增加了被捕地件的采购 确保航天员 安全顺利回家 目前 地面分队指挥车 搜索车 一间一救车 处置车等上百胎车辆 已集结到位 等待神舟16号航天员返回 天津立足自身优势 瞄准新领域 新赛道 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 新动能 新优势 最近 在天津滨海高新区 国内首条芯片原子中生产线 落成投产 年产量可达3万台 生产线采用微米级 芯片制作工艺 生产的原子中 具有首识精准度高 功耗低 体积小等特点 可广泛应用于 卫星导航售食 通信同步 水下探测等领域 未来的整个的需要量会非常的大 能达到百亿量级 下一步我们还会根据需要 生产出更高更新的产品 带动一系列产业的发展 比如说通信设备 基站设备 节点设备等等 今年以来 天津充分发挥自身特色优势 聚焦新能源 新材料 生物医药 智能网联车等 新赛道 新领域 盘活 商务楼宇 低效闲置用地等存量资源 统筹导入总部经济 现代服务业 先进制造研发等产业资源 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为发展注入新动能 在入驻企业 已经800个的天津 天开高教科创园里 一批涉及人工智能 生态环境等领域的科技成果 加速从实验室走向市场 纳米纤维塑性材料 成功转化的水性涂料 已经过中式验证 正推向市场 而另一项 非秒激光的创新焊接技术 已与科技服务机构深入对接 展开广泛的应用场景设计 我们希望通过盘活 科技广场这样一个闲置楼宇 为高校还有客人院所的成果转化 提供一个高品质 低成本的创业空间 打造天津市高质量发展的 动力源和创新的高低 今年前三季度 天津战略性新兴服务业 科技服务业营收收入 均增长14.7% 重点产业链规模稳步扩大 12条重点产业链 再链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 增长4% 我们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加大专精特新企业的培育力度 推进金经济地区 重点产业链 实现成龙配套成面成群 下一步我们还将 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 推动高质量发展 取得新成效 眼下秋收接近尾声 秋冬种全面展开 各地多举措 保障粮食生产安全 吉林秋粮收获已超过95% 大豆等粮食作物已收获完成 今年吉林建设14个玉米 4个大豆全国单产提升 整建制推进线 促进粮食单产提升 内蒙古的马铃薯已经收获完成 目前内蒙古粮食已收获过亿亩 进度超过93% 青海的青苛收获接近尾声 在海溪州都兰县 26万多亩粮食喜货丰收 当地通过青苛小麦混种的方式 大大提高了粮食产量 南方水稻进入收获高峰期 江苏秋粮收获进度已超四成 在南通海安市 粮农们抢抓情好天气进行抢收 今年这里的56万亩水稻 采用了生态绿色种植技术 大大提升了大米品质 浙江碗道收获目前已近四成 在渠州 45万亩单季碗道收割超七成 农迹人员深入田间地头 指导重粮大户做好病虫害综合防治 各地秋种也在有序展开 河南东小麦播种面积近6600万亩 目前已过七成 农业部门引导重粮大户 农机合作社等 提升智能机械化播种装备水平 目前在许昌 加装北斗导航辅助驾驶系统的播种机 已达600多台 山东秋种完成97.1% 在烟台慕平 今年当地采取大田托管的方式 集体托管给大型社会化服务组织进行耕种 整合农资 农机 土地等各类资源 加快推进秋种工作 重庆油菜种植眼下正加紧进行 播种进度近七成 种植户们采用无人机播种 大大提高了种植效率 今年重庆油菜播种面积预计将超过450万亩 占全市油料的80%左右 今天下午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 介绍首届一带一路科技交流大会 将于11月6号到7号在重庆举行 大会将举办一带一路科技创新部长会议 主题活动 圆桌会议及成果展示五大板块 十场主要活动 截止到目前 中国已与80多个共建国家 签署了政府间的科技合作协定 累计培训共建国家的科技和管理人员 1.6万人次 中国面向东盟 阿拉伯国家 非洲等区域 建设了9家跨国的技术转业中心 服务各国产业的升级 再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 今年前三季度 我国互联网业务收入10294亿元 同比增长3.4% 实现利润总额959.3亿元 同比增长18.2% 其中提供大宗商品 农副产品 综合电商等网络销售服务的 企业互联网收入 同比增长47.3% 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今天发布通知 统筹近1500个化肥储备库和供应基地 全力以赴保障秋冬种农资供应 备好明年冲耕用肥 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通过遍布全国的 1万多个未农服务中心 加大农资调运和供应服务力度 依托县乡村三级流通服务网络 有效保障农民用肥需求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 前三季度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 实现营收91619亿元 同比增长7.7% 其中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收59507亿元 同比增长12.4% 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收 同比增长15.2% 文化新业态行业规模持续壮大 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国家文物局 今天联合通报了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相关情况 2022年1月至2023年9月 检察机关共办理相关领域公益诉讼 11402件 每年平均建设文物安全防护工程400项 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水平明显提升 今天两架由我国自主研制的 ARG21克改货飞机分别交付用户 标志着国产商用飞机系列化发展 迈出坚实一步 该型飞机最大设计商在10吨 设计航程2778公里 主要用于国内航线及短程国际航线的 货物、邮件和快递等运输业务 记者今天从博奥亚洲论坛秘书处了解到 博奥亚洲论坛2024年年会计划于 3月26号至29号在海南博奥举行 博奥亚洲论坛2024年年会将深入探讨 亚洲与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 推动国际社会共赢挑战、共促发展 为落实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识 当地时间10月30号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希腊雅典 举办山海相通中西会应 中国希腊一带一路对话会 中西两国政府官员、媒体组织和机构负责人 及企业界代表参加活动 对话会上 总台与希腊多家机构签署合作协议 并启动中国影像节一带一路希腊专场 北京时间今天下午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 2023年联合国地球卫视奖 我国蓝色循环海洋塑料废弃物治理模式 获得这一联合国最高环保荣誉 蓝色循环于2020年开始在浙江探索 目前已回收海洋废弃物1万多吨 其中塑料废弃物超2200吨 以色列军方今天表示 在过去几天的扩大地面军事行动中 已经打击了600多处巴勒斯坦 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目标 哈马斯方面29号称 与以色列军队发生激烈战斗 以色列军方29号称 当天在加沙地带北部边界地区 埃雷兹口岸附近 发现并打死多名从地道出现的武装人员 另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 以军还在加沙地带 汉用尼斯东部与巴勒斯坦武装人员 发生冲突 29号夜间到30号凌晨 以色列军车进入约旦河西岸城市捷宁 与当地武装人员发生交火 部分车辆发生爆炸 阿拉比亚电视台今天援引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言人的表态报道说 以色列坚决拒绝停火 将在确保哈马斯被打败后撤出 据巴勒斯坦媒体29号报道 哈马斯向以色列 大哈勒奥兹等多个地区发射火箭弹 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 29号发表声明称 以色列军队在加沙地带 部署更多地面部队之后 卡桑旅的武装人员 与以色列军队发生了激烈战斗 并在加沙地带西北部 打击两辆乙军坦克 过去两天 加沙地带继续遭到空袭地面进攻 以及来自以色列海上炮艇的攻击 大部分攻击都发生在加沙地带北部 袭击造成数以百计的加沙民众死亡 以军还炸毁了加沙地带的 主要通讯交换机 加沙地带各地通讯一度被完全切断 29号上午 通讯有限恢复 但信号非常微弱 巴勒斯坦红星月会29号表示 由于以色列军队对加沙地带最大的医院之一 盛城医院周边区域进行频繁轰炸 致使医院部分区域遭到破坏 平民处于危险之中 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 截至目前 加沙地带已有57个卫生机构成为袭击目标 冲突还造成加沙地带 2000多名学生和70多名教职人员死亡 根据国际红十字会近日发表的声明 目前有超过200万平民被困在加沙地带 必须立即恢复这里水 电力和医疗物资的供应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30号表示 29号 33辆人道主义援助车辆经拉法口岸进入加沙 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 美军艾森豪威尔号航母打击群 于28号进入地中海 此前美军福特号航母打击群已进入地中海 此外 美国海军陆战队一支快速反应部队 预计将很快通过苏伊士运河 进入地中海东部海域 连日来 俄罗斯 土耳其 伊朗等多国先后表示 美方的做法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俄罗斯国防部29号称 在弘利曼 赫尔松 顿涅茨克等方向 击退乌军进攻 并采取主动攻势 打击乌方人员 装甲车 以及美制M777榴弹炮等装备 俄防空部队拦截了44架乌克兰无人机 乌克兰方面称 击退俄军在库皮扬斯克 阿夫杰耶夫卡 马林卡等多个方向的进攻 打击了俄军人员和装备集中区 并摧毁俄军多门火炮 此外 俄罗斯国防部称 今天凌晨 在黑海海域 发现了两艘乌克兰无人艇 俄军对其进行火力打击 目前 塞瓦斯图波尔湾附近 正在进行扫雷和反破坏作业 乌方对此没有回应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叙利亚政府军发布消息称 今天凌晨 以色列从其占领的 戈兰高地方向发动空袭 袭击了叙利亚德拉的两个军事地点 造成一些损毁 对此 以色列军方称 这一行动是对29号 来自叙利亚的火箭弹的回应 29号 美国多地发生枪击事件 佛罗里达州坦帕地区的枪击事件 造成包括一名14岁青少年在内的 两人死亡 18人受伤 目前 有一名嫌疑人被捕 并被控二级谋杀 印第安那州首府印第安那波利斯市 也发生枪击 造成一人死亡 9人受伤 警方称 初步信息显示 死伤者年龄在16岁到22岁之间 另外 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 佐治亚州亚特兰大29号 也发生枪击案 共导致19人受伤 29号晚 印度南部安德拉邦 发生客运列车相撞事故 当地官员称 事故已造成14人死亡 事发时 一列列车由于故障 处于临时停车状态 后面驶来的列车与其相撞 导致故障列车三节车厢脱轨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感谢您收看 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